南鐵蔡修案的記者會 再通到一個地點 那我們現在各準備要開始 那個因為陳高華老師要 等一下要進去立法院質詢 所以我們大家動作快一點趕快在這邊 先站好 我們先讓陳老師發言 沒有問題 OK好 OK好 可以嗎 全部都過來集中到中間 OK好 那我們就不等了 我們就直接進行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在這邊開記者會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南鐵的不同義戶 我們在3月2號的時候呢 接到了鐵道局 他們的公文說 那個要在3月9號的時候斷水斷電 然後3月10號的時候呢 就要把房子拆掉了 然後事實上 張家這個房子呢 包含了古井 包含了清代的城牆 在去年5月的時候呢 就要進行拆除 但是那個時候呢 因為是在選舉之前 那鐵道局呢 他們給我們的理由是說 因為老百姓不同意 因為我們還在訴訟中 所以不拆除 但是事實上 這兩個條件現在都仍然存在 甚至4月8號我們就要判決了 而且我們贏的機會非常高 但是他們現在就要在判決之前 強行拆除 那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團體 那包含徐老師 然後詹律師 還有陳教華的委員 那因為陳委員要去諮詢 所以我們先讓陳委員 幫我們講一些話 陳教授還有我們南鐵東儀 反拆遷這些福祖 還有我們各地那個 反土地徵收的朋友 大家找 我想土地徵收 區段徵收一般徵收 在這麼多年 從張藥房事件 從苗栗大埔事件 我們看到存在很多 不合法 違反公平正義的這些原則下 那從國民黨政府到民進黨政府 還在繼續做這些不當的 這個拆遷的行動 那很多案子是舊的環評 就是南鐵東儀 這個地下化的這個案子 在舊的環評沒有再開說明會 就通過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還有環差 所以在這些程序是不正當的情況之下 還有後續呢 我個人呢 也參與了這些施工範圍的地下水的這個調查 我也認為這個地方 地下水非常豐沛 然後這個地方呢 有谷河道 甚至有斷層存在 所以呢 這個施工呢 將會造成海安路地下街的翻版 那我也是居住台南已經超過30年了 所以這些日子呢 我非常關心這些南鐵製救會他們的聲音 那今天呢 在4月8號 行政法院才要做出判決 等一下呢 我在交通委員會會提出質詢 請林佳龍部長要重新調查這個案子的正當性 合理性 所以我會要求 不能夠做不當的拆除 以上 謝謝 感謝陳老師 陳老師在過去 藍鐵運動的過程裡面 已經跟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非常非常多年了 所以他對我們這個案子非常非常清楚 那那個 因為陳老師要質詢 所以就 發言比較簡短一點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 徐世榮教授 那個 好 我們先請那個 因為我們4月8號要判決 然後 那個 詹孫貴律師呢 在過去 參與我們的環評的訴訟 然後現在呢 也到 就是也參與我們的都市計畫訴訟 然後這個都市計畫 已經 歷經 12次開庭了 那終於要判決了 那我們請詹律師 發表一些意見 好 呃 各位 我們台灣自救匯集各地 就是一天到晚被政府破千的鄉親們 大家辛苦了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最近 人道 這兩個字 一直會被拿出來使用 但是大部分的人用錯場合 都被嗤之以鼻 但是 這兩個字 我們用到現在來看 南鐵東儀 強拆的這個案子 其實是最適合不過 為什麼 在 我們台灣人就是農曆過完年的第一天 我們這些字就會收到的 政府的新春賀禮是什麼 就是一份要強拆的通知 本來預定要二月 就是說通知完 就是限到一個月內頒簽之後 要二月就是 要準備要 就是準備要二月十五號之前強拆 那後來可能因為 就說社會觀感不好 所以延延延延到現在 又重新接到了 三月九號要斷水斷電 三月十號開始要執行拆除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 全台灣大家忙著要防疫 陳時中指揮官也一直的 規勸大家 沒有必要不要隨便的做移動 尤其盡量避免 不要到人口 人群比較密集的地方 但是 在這個同時 我們的政府部門 可能是不是一個人格分裂 反而在這個時候 要強拆當地的居民 把他們破千 不知道要讓他們 會 因為房子被強拆之後 要移動到哪些地方去 這樣子的做法 到底會不會是另外一個 黃疫上面的破口 以及在這個時候呢 逼著他們去流動 即便要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住 其他周邊的地方 這樣子的就是說 人家會不會引起 就是說會有引起更多不必要的擔心 我覺得這一部分呢 政府只是希望趕快呢 去兌現他們的政策 而且這個政策 其實從頭到尾 也未必是一個交通部的政策 在過去幾年 我們的訴訟中 不斷不斷的拿到了很多的訴訟資料 其實這個案子最大的一個轉折 當然就是在民國96年 民進黨即將要卸任執政的 還不到半年的時候呢 一封經監會的公文說 要 台南市政府 以及鐵路 當時的那個鐵工局呢 要去檢討 用土地開發 來依住這個財務 然後從此就變更了 現在所謂的這永久鬼的這個強簽案 的那個破簽案 那接下來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已經貴為未來副總統的賴清德 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就叫一一鼓行的快馬加鞭 甚至到現在 我個人高度的疑惑 就是說 在這個捷骨眼 4月8號這個案子歷經兩年的審理 就即將要宣判的當下 為什麼急著要在宣判之前拆 這個急著在這個時候拆 唯一我們看到的目的就是 造成一個無法挽回的事實 那這個無法挽回的事實 其實所有的目的 也就是要維護一個人的顏面 而不在乎人民的生死 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我最看不下去的地方 我當然不敢像 製教會會長陳志曉 這麼樂觀說 4月8號的判決 我們勝訴率很高 但至少從這兩年多的那個 法院的調查來看 我們可以相對的樂觀的期待 那既然已經不到一個月 法院就要宣判 為什麼鐵工局 非得要在3月9號開始斷水斷電 3月10號開始強拆不可 他擔心的是什麼 還是他受到了什麼樣的壓力 我相信如果有壓力 這個壓力也不會來自於林佳龍 部長一定是另有其人 讓他們無法拒絕 對於這樣的做法 我非常非常的不齒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還是要 作為曾經是一個 內閣的一個成員 但這個名詞其實 我在今天 我已經很不喜歡 再用那樣的官嫌 我只是現在 這純粹都是一個律師 但是我還是要誠懇的呼籲 曾經承載這麼多台灣人民期待 維護台灣主權的這樣子的一個 政黨一個政府呢 好好的善待支持你的人民 而不是把它當作叩籌 非得趁著大家 黃毅的這個當下呢 趁戲偷拆 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要問 跟當時劉政鴻 趁著大埔治就會軍民 北上抗議的時候的偷拆 到底有什麼不同 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希望政府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謝謝 感謝曾律師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那個 也是陪伴我們非常多年的 徐世龍徐教授 那徐老師今天有寫 特地為我們今天這場記者會 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在媒體那邊發 那有關於這個 今天的這個 製救會這邊的記者會呢 我們會用電子的方式 所以請各位媒體呢 加入那個我們的LINE群組 那旁邊有那個 陳文錦小姐呢 他在幫各位媒體加LINE 那你加入了之後 等一下我就會把那個 電子的那個新聞網發上去 各位 全台灣受到土地破圈的受難者 大家找 還有在我面前 各位新聞界的媒體朋友 大家找 謝謝各位 今天前來關切這個個案 那為了避免太過於激動 所以我寫了一封信 那這一封信 也是準備要寄給蔡英文總統 我這封信的一個標題 我把它定為緊急呼籲 請蔡英文總統 別忘了你對於人權的承諾 請我再唸一遍 緊急呼籲請蔡英文總統 別忘了對於人權的承諾 為什麼寫這封信呢 因為兩人權公約已經開始在台灣施行 已經來進行第二次的審查 在第二次審查的時候 我受聘為法務部的委員 我今天除了是以學者的身份 站出來寫這封信 我同時也是當時候 第二次人權審查的時候的委員之一 所以我很了解 第二次審查的時候的相關的一個情況 跟他的審查的一個結論 那我今天也是用一個 當時候委員的一個身份 來向蔡英文總統表達 我對於台南鐵路地下化東儀這個案子 民進黨政府 如今 竟然要採取強拆的一個手段 我奇其以為不可 所以寫這封信給蔡英文總統 2017年1月20日 蔡英文總統曾經宴請 兩公約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審查委員 蔡英文總統在當天中午參會的時候 他公開致辭 這個雖然是總統府的新聞稿 但是我本人當天中午也受邀 參加這一次的宴請 所以我本人也在總統府的二樓 陪這十位的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跟他們一起享用午餐 我們一起聆聽蔡英文總統的支持 蔡總統當時候的支持 她特別說 底下這段話是我純然是引用 蔡總統說 兩公約精神的推動 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非常重要 同時她也說 她希望往後不管是推動政策改革 還是在個別公務員教師警察司法人員的日常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句話又來了 她說 人權都會是基本 而且優先的價值 我把這兩段話再重複一遍 她在兩年前的1月20號中午 她當著國際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她承諾 第一點 兩公約精神的推動 將會是人權標準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 第二個重點 她當著國際審查委員會的委員 她也承諾 在台灣 人權 都會是基本 而且 優先的價值 優先的價值 麻煩媒體朋友 你們回去之後 把總統府 在前年1月20號所發的新聞稿 把它調出來 麻煩各位 再證實 我所說的 其實完全不假 那很重要 那一次審查 國際人權委員會 審查的結論 對於台灣 在進行 土地徵收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相關的政策 有非常嚴厲的批評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很丟臉 本來國際委員寫了十幾點 就根據金色文公約的第十一條 有關居住權 有關居住權 他們總共寫了十幾點 是所有的結論 建議當中寫的最多 但實在是不能看 非常丟臉 所以最後把它濃縮成八點 總共是七十八點結論建議 七十八點 七十八點當中 他佔了幾點 你知道嗎 佔了八點 還是最多的 七十八點當中 跟土地徵收都市更新 還有市地圖畫 還是最多的 本來想說十幾點把它濃縮 看看是不是能夠少一點 幫政府留點顏面 濃縮完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 還是八點 那我現在幫各位朗誦的 是第三十八點 三十八點 麻煩各位媒體朋友 你們也可以上法務部 人權大步走的網頁 法務部人權大步走 這些審查的結論都公開在那邊 沒有辦法造假 我現在念的是第三十八點 審查委員會 持續關切 持續 因為他們四年前已經來過了 四年前來的時候 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四年來了之後 發現更嚴重 所以他們持續關切 在中華民國台灣 正發生的驅離 以剝奪土地的頻繁程度 土地徵收 四地重化 都市更新 及其他政策 正導致全國各地 對住房 與土地權的親愛 委員會 委員會 也關切引起強制驅離的 民間自辦 四地重化 與區段徵收 這是第三十八點 然後呢 緊接著第三十九點 他們馬上提出非常嚴重的建議 第三十九點 審查委員會 建議所有形式的破簽 宣布暫時終止 記得這句話 國際人權審查委員會 要求民進黨政府 所有這些破簽 馬上要暫時終止 各位 兩天前 他們就提出嚴重的呼籲 要求 我們必須要 暫時終止 直到一步符合政府的 國際人權義務 包括聯合國 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委員會 第七號一般性意見 以及聯合國 關於基於開發目的的驅離 及破簽的基本原則 及準則 以下稱聯合國驅離準則 的破簽安置 及重建法制制定為止 一致不假 我今天早上才在上這個網頁 把這個三十八點 三十九點 再把它copy過來 麻煩國媒體朋友 特別注意 兩年前 兩年前 他們已經再次呼籲 六年前他們已經發現問題很嚴重 兩年前他們再呼籲 應該要全部終止 直到你制定一個符合國際人權委員會 對國際人權委員有關人權標準的相關的規定 你才可以繼續 但是我們現在 我試問 如今國內的土地徵收 跟四地重劃 繼續橫行無止 我們黨如此 民進黨 民進黨 依舊是如此 這讓人非常痛心 一個以認同台灣 一個以尊重土地的愛 不斷地強調 不斷地強調 對土地的關懷 跟連結的一個政黨 其實他做的 跟國民黨之前 在苗栗大埔案 所做的 有什麼差別 剛剛詹律師跟大家講 這有什麼差別 是一樣 我們根本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根本 至今 都還未制定 前述國際委員所建議的 破遷安置及重建法 因此 若依照他們的建議 所有形式上的破遷 其實都應該要終止 而針對台南鐵路東移土地徵收案 已經引發大規模的破遷 已經很多人被破遷 但是仍然有許多人 他們這些人 站在各位媒體朋友前面的這些人 他們才是真正的認同土地 愛這塊土地的人 但是現在民進黨政府 要把真正認同土地 對土地充滿關懷愛的人 要把他們連根拔起 要讓他們流離失所 要讓他們無地安生 這是讓人非常的氣憤 他們至今仍然在繼續奮鬥當中 他們所提起的行政訴訟 即將在4月8號宣判 但是蔡英文總統 您知道嗎 您所領導的政府 您所領導的政府 卻即將在3月9號前去斷水斷電 3月10號就要強拆 您知道嗎 您所領導的政府 即將限定於極大的不義 後面這個行政院 完全不甩蔡英文總統 您過往對於人權的承諾 他們即將限定於極大的不義 因此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要判請蔡英文總統 您要特別審視 您在3月10號 您這樣在前年1月20號 您對台灣社會 跟國際社會所做的承諾 那3月10號即將要開始難題的強拆 我們要特別要問 而且我以一位委員的身份 我以當時候參與的委員的身份 當天也在總統府二樓 被你宴請的委員的身份 我要嚴正的來問你 這有符合 你在兩公約國際人權委員會 這些審查委員面前所承諾的 兩公約的精神的推動 將會是人權的標準的地板 而不是天花板嗎 有符合嗎 即將預期強拆 是 有符合你當時候所講的 人權將是台灣基本 而且是優先的價值嗎 其實沒有 你的話 完全不受行政單位的重視 我們現在連地板都看不見 他們已經跌入到地下的18層了 他們雖活在世上 但其實他們是活在地下的第18層 地下18層是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 他們生不如死 就如同是低於一般 還要繼續這麼惡搞 這麼做嗎 人權真的是你最優先的價值 這個行政團隊 有把人權當成最優先的價值嗎 沒有 土地的投機炒作 依舊是優先的價值 破壞人權還是優先的價值 所以最後一句話 蔡英文總統 請你別忘了 你對於人權的承諾 謝謝 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謝謝 感謝許醫老師 我們知道在選舉期間 民進黨他就是打著 台灣價值捍衛主權的這樣子的口號 然後呢取得了大勝 但是什麼叫做台灣價值呢 台灣價值絕對不是 確保民進黨的永久執政啊 然後 捍衛主權的根本到底是什麼 不就是應該捍衛住在這個土地上面的老百姓 所有老百姓的基本人權嗎 這是最基本的 但實際上面他們 他們講的雖然是這樣 但實際上面他們在這個案子 他們就是在破壞台灣的價值 那3月10號 要把這個張家古宅給他拆掉了 其實到時候拆掉 不是只是這個房子 也不只是在 古宅範圍裡面的清代的古景 跟城環 同時 那一天 將拆掉政府的公信力 因為在去年5月的時候 他們 宣稱說不拆的兩個原因 老百姓不同意 以及訴訟中 這兩個因素 目前都還存在 所以政府實言 拆掉了政府的公信力 當然更拆掉了台灣的人權價值 這個案子我必須要再次強調 老百姓並沒有反對鐵路地下化 我們反對的是東移然後擴大徵收 在過去幾年的行政程序裡面 他們從來不跟我們講道理 然後弄整警察排除 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跟他講道理 特別是這個屋主 這個屋主 已經過世了 然後現在留下來給他的後世 後輩 屋主叫做張聰明先生 還有張聰元 他們是一對兄弟 張聰明先生 他在四年前過世的時候 因為他 看到這個案子多麼的不合理 他本來是民進黨員 他支持民進黨 但是他沒有辦法想像 米娜竟然弄那麼強暴的手段來對付他 接下來 他就去研究 六法全書 他懂日文 他從日本調回來一些 鐵路地下化的一些資料 最後 他悲憤 臥室 我到他去世的那個床 那個床塔的旁邊 我還看到了那些資料還在那個地方 他在死掉之前 他都還想要跟政府講道理 他拆掉就是人權 除此外他還拆掉了公平正義 因為這個案子經歷了兩年多 就將要宣判了 在訴訟裡面 多麼荒謬的事情 我講給各位聽 法官說最簡單的 你把政府本來的原鬼地下化的案子 跟現在你要東議的案子 兩個土拿出來套一套 對比一下看看哪一個案子 對老百姓的侵害比較少 就知道了嘛 就知道你有沒有違法了嘛 結果兩年多來 他不敢拿出這個資料 法官要求調他們的工程師出來說明 他們竟然說工程師已經退休了離職了 找不到的 法官再次恐嚇說 你如果什麼證據又沒有 知道判你輸 他們知道派一個核心工程師出來 那核心工程師是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案子 我雖然是設計工程師 但是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因為我的設計案是外包給默克 顧問工程師 默克的顧問工程師 在外包給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在本來 把他外包給不知名的第三方公司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這個訴訟程序裡面 我們就知道這個案子多麼的荒謬 這個案子是一個瞞天大謊啊 那同時他要拆掉的也是 台南台灣重要的歷史文理 因為那一個古井 那是一個特別的 一個古井 它有特別的井磚 它還有井梯 那一道古井 驗證在清代康熙年間的時候 當地是台灣最重要的唐葉的發源地 那附近滿滿都是唐間的遺址 結果發現了遺址之後 鐵工具把它掩蓋掉 然後下一次我們要去看就不見了 然後現在他們又要把古井拆掉 一個號稱愛台灣 台灣本土的政權的一個政黨 會做出這種傷害台灣歷史文理的事情嗎 最後他我要強調的是 他同時也拆掉了城市的安全 那一個古井 他就證明了 當地的地下水文是非常非常活躍豐沛的 但是這個地下水文 在政府的水文報告裡面是從來沒有出現 根據古地圖 我們可以看得到 台南鐵路現在的位置的東邊 緊接了就是德慶溪的支流 所以簡單來講 南鐵東移就是把這一個 本來蓋在林脊上面的鐵道 要把它搬到河裡面去 然後當地的地下水文如此的豐沛 他們還造假這個公文書 陳昭華老師都有研究 但是他們現在不管他們就要讓他過 然後要把古井拆掉 然後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地下水的問題呢 他說他要去那個第一個他的回應說 他沒有挖那麼深 他挖多深呢 他挖20公尺 古井從地底4公尺到8公尺 我們就看到水了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沒有挖那麼深 這是什麼 這是說謊 然後他說他 他要解決的方法竟然是 打掉在路口上面 連續壁的上面2公尺 水在4公尺以下 你打掉上面2公尺 水能夠流過去嗎 沒有辦法流過去 所以可見 鐵工局他完完全全沒有因應這個地下水的知識跟措施跟方法 然後他就要把古井拆掉 他要毀屍滅跡啊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可以看到有這麼多的不公義 然後宣判在即 他們卻要在這之前強拆 大家還記得大譜案 不是就是這個樣子嗎 老百姓還在進行訴訟 然後他們就把他強拆掉 強拆掉之後 更荒謬的是什麼 國民黨把它拆掉 結果民進黨 去重建還辦了一個派對 然後找了好多人去拍照 然後宣稱這個是土地正義重要的一步 然後他今天要幹同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是什麼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不應該是依靠顏色來判斷 我們現在來呼個口號 南鐵東夷強拆日 台灣價值崩潰時 南鐵東夷強拆日 台灣價值崩潰時 台灣價值崩潰時 南鐵東夷強拆日 台灣價值崩潰時 台灣價值崩潰時 我們現在請這個苦主 那個張太太來表示一下她的意見 那天他們跑來跟我們送公文 然後她跟鐵工局對外面講的是說 我們是違章建築 可是我們並不是違章建築 當初老人家蓋的時候 是有申請合法的建築執照 所以我今天把影印本帶過來了 我們並不是違章建築 而且他們對外面說的說 我們那個是廢棄屋 我們是被他們趕走的 不然那本來不是這樣子 而且也不是廢棄屋 那是兩個老人家 他們是連一起去辦理 把他留給下一代的 他們兄弟兩個是一起講好的 所以才一起去辦理的 他們希望的就是一代一代留下來 那個是兒子爸爸 還有爺爺還有曾祖父 至少我知道經歷了四代留下來的 而不是對他們對外面講的 而且我們都有交水電費 我們並不是沒有沒交水電費被斷水斷電 我們一直以來都有交水電費 然後他們對外面講的都不是講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跟外面說 我們是要第一副要先強拆的房子 我們沒有寫同意書 而且我們沒有領補償金 然後已經要宣判了 他就是要從我們第一副開始來強拆這樣子 然後這兩天他們也一直派人來我們家按門鈴 然後一直來騷擾 騷擾我先生跟他堂檢 讓我們覺得很恐懼 其實張家以及 現在還堅持在那邊的南鐵老百姓 我們才是真正在捍衛台灣價值的人 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堅持 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房子 如果是在乎錢的話 老實講 少一點投降 然後努力去工作 賺的錢都賺回來了 今天大家在這邊堅持 是因為實在是看不下去 是因為我們的房子 我們的土地坐落在那個地方 只要我們一天不投降 我們就會凸顯出來這些政客的虛偽 特別是民進黨政客 以及民進黨這個政權的虛偽 號稱本土政權 結果要殺人略地 那今天在這個地方 還有其他 許多的自救會的成員 包含 社子島自救會 然後還有那個石鋼 反徵收 公治三層 那個重化自救會 然後甚至 灣保自救會 那灣保聽說 事情要開始了 然後還有鳳鐵 自救會 鳳山鐵路地下化自救會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剛才陳教皇老師是 那個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 那今天在這個地方前來關心的 還有那個台灣維新的代表 那其實我們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要捍衛的 我們在捍衛不只是這個房子而已 不只是南鐵岸的這些 在堅持的老百姓 的財產而已 我們今天就是站在民主的第一線 來捍衛 今天如果真的拆掉了 那麼其實就證明一件事情 國民黨 從前留下來的這些惡劇 民進黨把它發揚光大 民進黨把它發揚光大 然後更厲害的是 它同時一面拆 一面抹黑老百姓 一面假造事實 所以這是台灣價值嗎 我們再次呼個口號 那不好意思我剛才忘記了 還有那個台中北屯的 就是交流道 17號交流道的 那個 製救會也在這邊 淡海新市政的製救會也在這個地方 還有其他的團體嗎 當然還有那個NGO水資源 那我們現在還是來呼個口號 南鐵東移強拆日 台灣價值崩潰時 南鐵東移強拆日 台灣價值崩潰時 南鐵東移強拆日 台灣價值崩潰時 我最後要強調 雖然說南鐵東一樣 我們大家都知道罪魁禍首 就是賴清德 但是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賴清德他現在是 副總統 他沒有真正 在這個時間 並沒有真正去職權上面 是跟這件承拆日是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今天的強拆發生 這個帳要算誰的 這個帳當然第一個要算林家龍的 第二個要算蘇貞昌的 第三個就是要算 就是要算蔡英文的 跑不掉的 因為就是在他們的職權之下 進行了這個搶拆 拆掉了 人權 拆掉了政府的公信 拆掉了歷史的文理 拆掉了城市的安全 拆掉了基本的人權 所以我希望 民進黨政府 好好來面對這件事情 4月8號就要宣判了 你們卻趕在在4月8號之前 就要進行強拆 你們做的手段跟劉振宏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 還有一個人 有的 人很喜歡 我們都說 我們都說 我們就不想要 那些人 都說 我們不想要 我們就說 我們都說 我們就說 我們不想要 我們就說